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会的记者会对金融风险扶贫和外商投资法的议题有哪些看点 这个闭关锁国式的这个让中国的这个官媒提问有一些显著的不同 那么让外国记者提问呢 那很多这个省份的这个代表团也进行很 公开的这个让记者前去这个采访以及这个拍摄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那么今年的两会呢 似乎大家这个情绪啊还有这个审议的东西呢都很平常 那么呃今年的两会那么大部分代表团 我们去了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代表团去采访 还有就是看到了一些大部分是像习近平表中心 那么呃都是称赞这个今年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很好很不错呃没有一个提出意义 甚至说今年这个往年这个全国人大代表 山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的这个申纪兰啊 今年这个也是呃90多次的高龄 仍然这个坚持这个来会场这个举手 那么我们在采访新建代表的时候 他就他就是我就问到说 那么您对今年这个两会有何期待的时候呢 他避而不谈 但是最后快步入会场的时候提到提到一句说 呃他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那么人大代表呢也经也会呃 这个继续履履行职责 那么他今年也并没有接受很多官媒的采访 那么我们询问了山西代表团的呃这个接待 他们说这个申代表的这个身体啊 因为北京的这个气候跟温度可能也不太适宜 就长期很多时间是在这个宾馆跟这个会场两地 这个呃往返 那么在前几天的这个两会上 那么对于这个外界所关注的外商投资法 以及扶贫还有教育还有环境保护等 关乎中国民众民生的话题呢 也备受关注 那么在昨天的记者会上 这个中国政府也公布了地方债务风险 那么中国财政部部长刘坤在回答彭博新闻社的这个提问时啊 说到了这个地方债务风险是否存在坏账赖账 甚至是说存在一种呃一些地方政府变相的这个 像一些贷款公司啊或者一些合作的市政公司进行这个财政的维持 他承认了存在这样的现象 那么在当时这个提问之后啊 在场记者就是呃也很表达也很惊讶 就是也间接就回应了这个最近几个月以来 这个在北京金融街等地这个P2P 就俗称网络贷款平台的这个上网啊 这些民众的金融难民的这种回应 但是财政部部长刘坤并未对此做出更多的解释 呃与此同时呢 中国公布的地方债务风险可能远远比官方的数据要更多 那么据我们了解就是在两会前夕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些 就是债务风险较高的省份的一些官员啊 像广东啊广西啊还有这个河北以及这个山东 呃甚至在江苏长珠三角流域 呃这个珠三角等地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在回答扶贫问题的时候 这个呃中国国务 就国务院扶贫办办公室啊 这个发言人他说呢 就是中国这个扶贫道路还会走越来越长的路 那么接下来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就是有记者想就是提问到说 那么中国称这个在2020年将要全面脱贫 您觉得这样的情况符合现在当下的这种扶贫计划吗 那么这个并没有回答这样的提问 只是提到说中国的这个扶贫啊 是呃占全世界7%的人口这种大的工程实属不易 那么我们坚持就是坚持这个三步走的战略 然后继续扶贫下去 此外呢这个扶贫话题呢 不光是国内的媒体国外的海外媒体关注 那么国内的一些媒体像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 现在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这个央视 还有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 这个典型的官媒的提问 那么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现象呢 每一场的记者提问都最先开始都是人民日报或新华社 这些中央级的新闻单位 那么有人就问到说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也是央视这个央媒的这个资源之一 为何他们不能第一个提问 那么可能按照官方的安排 他们可能经常会问到一些就是 呃敏感或者是似而不敏感的一些话题 由他们去来询问 那么今年这个香港的凤凰卫视啊 前不久也传出了这个大外宣的一些丑 一些这个非议 那么香港的凤凰卫视 今年也提到了关于扶贫啊 甚至就他们重点关注的是这个粤港澳湾区的大发展 那么与此同时呢 也给香港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基本法23条立法 以及在去年十一的华为城十一游行 包括在今年发生的这个 香港的一些这种金融事件 那么美国驻香港总理是唐向伟 他前不久也表达了对于香港的金融地位的担忧 那么他表示说这个因为北京的一些政策 那么美国会重新评估香港在 独立关税区的一些状态 那么今年的两会呢 有这个关于粤港澳湾区发展这样的问题呢 那么也是被记者保受这个追问 那么官方也并没有回应 像唐向伟的相关言论 在另外一个现场呢 就是中国外交部这个每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那么也谈到了这个 这个美国驻香港总理是唐向伟的这样的一个言论 那么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说呢 他们中国政府对于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这个地位啊 以及这个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 希望美方不要借此啊 这个无端的指责和炒作 给美中贸易战加上 给中美贸易战加上更多的啊 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这也是被视为这个官方在持续回应当地 接下来这个美中贸易战的一系列的这个举动 今天上午举办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 外交部部长王毅 以及这个在下午的这个外这个审议外商投资法的一个发布 一个现场发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今天这个外商投资法这个草案的这个审核 嗯 也是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坚持党的领导啊 甚至是这个提到这个学习宣传宣改 修改新宪法的要求 那么今天栗战书等人呢 就是对这个 经这个所谓这个外商投资法 没有进行个回应 他们只是更多的说到 这关于这个 全国人大如何这个 关于这个两会 就是人大代表制度的这样一个创新 那么也是被称为橡皮图章会议的一个 官方称的一个改革 那么今年呢 大家很靠奇就是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头 没有提到这个中国制造2025 可能被官方就是取缔 或者说避而不谈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这几天那个记者啊 没有一个去提问 包括在一些部长碰到 那么大家都没有就是说 问到这个中国制造2025 但据我们了解就是 我们拿到这个大会这个手册之后 我们看到是说 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 这个东西是被禁止提问的 那么可能官方也是不希望让民众知道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在最近的几场新闻发布会上 那么重点就是谈到了这些 涉及这个中国民生话题 以及这个国情资文外交 还有就是这些 有关于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 那么习近平呢 在最近这个连续这个 开了这个舞大概是有三天的记者会啊 这三天的这个两会 并没有发表讲话 那么外线也关注 他是否会在后 两会快结束啊 或者是后面几天 下一周会提出 更会发表一些对外讲话 那么也称之为这个中共 在这个2019年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个政治的风向表 博特 王毅外长啊 在记者会上 对华为诉讼美国违宪 中美贸易战 以及少数民族人权等问题 有哪些回应 好的 就是在今天举行的是 关于外商投资法 刚才我前面提到了 还有中国外交部部长 王毅的这个记者会 那么今天这个王毅的记者会的看点啊 有很多 那么其中一条就是说 这个关于最近这个华为 就是中国这个通讯商业系统 华为的创始人孟晚舟 华为 这个财务总监孟晚舟啊 他提出了对美国 美国加拿大政府的起诉 包括华为最近也提到 要对美国政府起诉 那么中国国务委员监委 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被就是在提到这个对中国电信巨商 华为公司这个宣布控告美国政府啊 做出了相关的解释 那他说到就是说 呃 我们支持相关企业和各人拿取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不做沉默的羔羊 他还说就是已经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说这是中国政府亦不荣慈的责任 但我们知道一天前啊 华为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控告 美国一项换制华为产品 并违反美国宪法的一个决定 那么起诉书表示说 呃 鬼国国会通过2019年 这个国防授权法第889条 对华为做出惩罚 单位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 华为称啊 制定此件条款违背的美国宪法 防卫了 妨碍了华为的参与公平竞争 呃 与此同时呢 那个在很长一段时间啊 华为这个他这个手机啊 包括一些设备啊 在因为华为这个创始人 这个呃 任正非他之前是有军方的这个背景 那么被认为就是说 华为这个设备可以用被中国政府来收集情报 那么华为也否认了北京与北京合作 在世界各地啊 收集情报 呃 不过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华为在说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同时了 那么路透社也报道说就是华为 他就是华为通过中国中外的使馆的给一些西方著名的报刊记者 像呃 路透社美联社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像呃 北国主流的电视新闻警员 包括欧洲地区的一些呃 新闻媒体发出了这个采访邀请函 帮助华为应对公共关系危机 呃 据我据我的了解就是他们就是给外界这个西方通信社发 这个邀请函 那么吸引这帮这些路透社的记者 以每十万美元的年薪 那么就是帮就是帮助华为 就是应对当下的公共关系危机 那么华为以差里费全包的方式 试图吸引新方媒体 先问华为在深圳市总部的采访 那么一些路透社记者啊 就是也表对驻北京记者也说了 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违反新闻原则的采访邀请 那么这段丑闻被曝光以后啊 华为公司至今没有任何说明 那么今天这个在呃 外交部例行就是王外交部部长 王毅的这个这个专场记者会上 也没有回答这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呢 这个美中贸易战在持续升温 那么呃 美国这个方面宣布 美国政府也宣布就是无限期的延长 这个贸易战的最后期限 呃 王毅部长今天这个 这个旧记者就问到了 说这个呃 从贸易到人权到新疆到国民 提到孔子学院您认为这个中美两国是否走向冲突 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 那么中方如何加强于美方的互信 您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会结束吗 那么王毅在回答中就是也提到了说 两国之间矛盾有很多 但是我们但是中国对于中美关系未来人本持积极的预期 他也他也对此回应了这个此前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 那么也在后面的一些这个提问中也回答 也仍然就是以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主流这样的这个说辞去回应记者的这样一个提问 呃 对于这个接下来三月份在联合国举行的国别人权会议上 那么国别人权会议我们也就是说审议这个联合国这个安一些国家的这个人权审议会议是每年联合国这个例行的这个会议形式 那么在前在前厅的这个西藏代表团的这个公开这个西藏代表审议会议上 有多多数记者就提到了这个一些藏人拥护这个达赖喇嘛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呢 他也提到了对于呃这个 呃这个达赖喇嘛的事情 那么他当时现场就举呃点名了一位就是 官方他就官方在他这位这个基层的人大代表 他说在这个西藏一些就是那个纳曲地区啊 就是包括在这个呃藏南地区 这是工作了一年多 那么他没有听到身边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呃当时呢记者很多记者很关心这个话题 那么嗯这个显然这个西藏这个吴英杰回答的时候 他的表情啊很是紧张 然后就是也是没有过多的做出呃一个说明